2019年10月1日,在国庆70周年的阅兵式上,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首次亮相震惊世界。 外界普遍认为,东风17是中国中国首款列装的高超音速导弹。 西方专家认为该导弹搭载成波体滑翔弹头,飞行速度高达10马赫,射程达到了1800到2500公里,可以突破任何反导系统。 甚至有报道认为,其误差不超过10米,这意味着还能打航母。 真理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,科技时代,真理就是在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。 所以中国的东风17的出现,实际上改变了战场上的规则。 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,一个小时打遍全球。 是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概念,发展高超音速导弹也因此应运而生。 在美国技术概念的压力下,我国作为后来者,也开始了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究。 结果尴尬了。 美国高超音速武器搞了20多年没搞出来,甚至原来的方案已经放弃了。 而根据美国官方公开承认的信息,其最新型高超音速导弹也是第五次试射失败了。 中国倒是搞了没多少年,结果就成功了。 现在早就装备多年了。 不仅如此,中国各种飞行器,如雨后春笋一样开始快速发展。 各种计划更是让人目不暇接。 一些计划直接在珠海航展上展出,让网友大呼过瘾。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,为什么我们的高超音速武器发展这么快?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,中国在风动技术上远远将美国抛在了身后。 风动是什么? 就是在地面上建造一个天空飞行模拟器实验装置。 模拟飞行器在实验装置中,以数倍甚至数十倍音速飞行的状态。 然后测试出参数,之后再不断改进。 直到设计出一个空气动力上能够稳定飞行的飞行器。 飞行速度越高的飞行器,对气动外形的要求越高。 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偏差,都会导致飞行器无法成功研制出来。 就模拟高空飞行的风动而言。 风动的空间越大,模拟的速度越快。 就越能更快地研发更加先进的高空高速飞行器。 因为只要能模拟出相应的速度条件,就能研发出相应的空气动力。 加上足够好的发动机,那就是最先进的飞行器。 为什么中国近些年高超音速武器全世界研发最快? 就是因为中国有了高超音速的大型风动。 吉波风动2008年1月项目启动。 是八个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之一。 仅耗资4600万元。 在四年后的2012年5月,就一次性地顺利通过验收。 安装调试工作历时两年。 取得了一次性安装、调试、验收合格。 获得试验结果的成就。 激波风动整体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。 可附线25至40公里高空。 5到10倍声速的高超声速飞行条件。 高超声速发动机需要的实验时间。 至少需要60到70毫秒。 中国已经能做到100毫秒。 国外的相关风动大约为30毫秒。 中国的喷管直径可达2.5米。 实验舱直径3.5米,都明显优于国外同类风动。 大家看明白了吧? 之所以中国高超音速导弹和太空飞行器,比美国发展得快。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激波风动比美国先进。 中国风动模拟出来的数据,美国做不到。 然而这却不是最狠的。 因为中国现在有了更加先进的,爆红驱动超高速高寒激波风动。 这个风动可不得了,比激波风动又先进很多。 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。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,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。 于2018年正式启动,研制周期为5年。 2023年5月,爆红驱动超高速高寒激波风动。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验收。 官方披露的消息显示,超高速风动是高超声速和超高速领域的。 一座超大型实验仪器。 总长167米,烹馆出口2.5米。 实验舱直径4米,模型最大尺寸达到8米。 实验气流速度范围3至10公里每秒。 能够揭示由分子解离主导的复杂介质、超高速流动规律。 可有力支撑中国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超高速飞行器研发。 对于推动气动学科发展,提升中国宇航高技术研发能力具有重大意义。 10公里每秒的速度什么概念呢? 就是30倍音速。 30倍音速什么概念? 已经远远超过第一宇宙速度7.9公里每秒。 接近了第二宇宙速度11.2公里每秒。 第一宇宙速度是绕行地球轨道的最低速度。 第二宇宙速度是脱离地球进入调控的最低速度。 也就是说,超高速风动的速度,已经达到在大气层内的地球轨道运行的速度。 也就是说,可以我们达到了研制空天飞机的技术要求。 这两天央视总台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。 根据央视的报道,超高速风动可以复现40至90公里高空。 速度最高达每秒10公里。 相当于约30倍升速的飞行条件。 根据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,环柔激波风动项目负责人江宗林的介绍。 我们的超高速风动第一是尺度大。 可以吹出流畅2.5米的直径。 一般国外最大直径1.5米。 这样就可以放更大的飞行器。 第二是吹的时间长。 在马赫时的时候我们达到40毫秒。 比国内国际同类水平先进好有几倍。 实验结果精度更高。 第三是总温高、总压高、性能高。 现在可以做到2500摄氏度到18000摄氏度。 而总压的话,我们可以做到100个大气压。 一直到1万个大气压。 所以性能在世界上没有其他风动可比。 根据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,环柔激波风动现场负责人韩贵来的介绍。 我们国家最近正要研究两极或者多极入轨的飞行器。 火箭是垂直起降,将来我们要通过飞行器水平起降。 然后飞到比方说30公里到40公里高度。 再把第二极释放出来,接着往上飞。 形成一个接力的模式,叫两极或者多极入轨。 所以最近我们也正在准备。 这样一个相应的分离方案的实验。 主要就是来探索下面极跟上面极。 它产生一个分离的过程。 就是这个飞行器是类似飞机那种水平起降。 所谓水平起降,自然就包括起和降。 也就是说可以收回。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空天飞机。 一个大飞行器上拖着一个小飞行器。 大飞行器飞到三四十公里高空。 然后再由小飞行器继续向上飞。 大家在看央视的报道,江宗林介绍说。 我们已经把高超声波分离的概念解决了。 从实验的角度。 我们非常成功,非常安全解决这个问题了。 另外,我们还要做不同飞行速度下面那样一个分离。 是我们在任意情况下都可以分离。 这些情况做完之后,拿到这些数据。 飞行器设计,飞行实验就非常容易了。 这就是我们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快的原因。 当然美国之所以接连失败。 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风洞,拿不到准确的数据。 可能有人会说了, 美国不是比我们技术还高吗? 为什么搞不定? 返乡爆轰驱动方法是中国独创的技术, 美国没有。 没有,你当然就搞不定。 为什么中国航空航天一日千里? 就是因为中国有了比美国更先进的风洞。 大家看看, 中国的歼20战机为什么改得越来越科幻。 就是因为风洞技术水平越来越高。 空气动力设计的水平当然就越来越高。 美国没有那么好的风洞技术。 吹不出来这么科幻的气动外形。 中国这样的技术是不是让人振奋? 而且是你美国现在一时半会根本达不到的技术。 这就是超越, 是碾压式超越。 更让中国网友觉得有意思的是, 现在高超音速武器不但中国有了, 俄罗斯后来也有了。 甚至最近两年朝鲜和伊朗都有了。 而美国却还没有, 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惊讶。 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, 中国已压了美国一头。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底气。 中国有了暂时西方不可超越的技术。 而且这个差距正在拉大。